男子和心爱的女孩结婚,可全村没有一个人来送祝福,而女孩最后竟生下了别人的孩子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清晨的集市热闹非凡,人来人往,叫卖声,讨价声以及笑声交织在一起。 青年农民石头和耳朵在摊位上卖着土豆,两人是一对即将结婚的小夫妻,本分实在的性格让他们的摊位钱挤满了顾客。 这时,一个男子爽快地买下40斤土豆,要求他把土豆送到对面餐馆。 石头满口应允正准备给他送过去,又来了一个讨价还价的顾客,为了留住顾客,石头只好让耳朵去送。 耳朵扛起土豆跟着男人来到一辆面包车前,还没等他喘口气,便被塞进麻袋扔车里给拐走了。 石头买了两桶方便面在摊位上等耳朵,眼看暮色降临, 急事上的人也渐渐散去,却依然没有见到耳朵回来。 他来到对面餐馆询问,老板则表示今天没有买土豆。 石头穿过餐馆来到后院,看见三百一地的土豆,顿时一种不祥的预感,涌上心头。 他四处寻找,直到天黑都没有耳朵的踪影。 情急之下的他找到了住在城里的耳朵妹妹,鼻子。 鼻子听到石头的哭诉,便立即带着他到刑警堆报了警,随后便在摊位上凑合一晚。 彻底未眠的他盼着耳朵能够出现,可是等了一宿也没有任何的消息。 无奈之下,只能先回到家中。 石头父母知道儿子把没过门的儿媳妇给弄丢了,担心耳朵他爹瘸阳官让他们陪女儿,顿时犯了仇。 石上的石头认为是自己让耳朵去送土豆才走丢的,便斩钉截铁地告诉父母,即使卖血,也要把耳朵找回来。 石头一直等不到警方的消息,便和老丈人交代了实情。 生性倔强刚烈的瘸阳官不容石头解释,扬言道,不找回闺女,就要石头的命。 面对亲人的责怪和内心的愧疚,石头只能选择默默承受。 回到新房,看着二人曾经的合影,石头决定一定要找回丢失的耳朵。 然而时间飞逝,一年很快过去了,或许是痴情的石头感动了上仓,这一天村长告诉他,耳朵找到了。 在打拐专项整治中,民警从人贩子手中将耳朵救了出来。 石头发疯似地跑到乡派出所,看着眼前受尽折磨,目光呆滞的耳朵,石头的心仿佛在低血。 其后重生的二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,回家的途中,耳朵却一反往日地活泼开朗,而变得少言寡语,闷闷不乐。 还没等石头反应过来,耳朵突然向悬崖狂奔,大声呼喊着自己对不起石头。 他被人玷污了清白,还怀了身孕。 善良的石头认为这不是耳朵的错,他安慰耳朵,无论发生什么事,都会取他为妻。 耳朵被石头的真挚打动了,便跟着他回了家。 耳朵回来的消息很快引起村里长蛇腹的围观。 他们人前虚恨问暖,背后却乱嚼舌根。 瘸阳官问石头下一步如何打算,石头一直坚定,表示飞耳朵不取,还答应老丈人随后会带着耳朵去堕胎。 瘸阳官为了脸面,欣然接受了准女婿的意见。 而此刻,石头父母又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。 但石头觉得自己亏欠耳朵,而且喜欢他。 所以即使忤逆父母,也要娶耳朵为妻。 瘸阳官为了自己的面子,不停地逼着亲闺女打掉肚子里的野种。 耳朵和石头只能去往县城医院堕胎。 婆婆得之后,便送上一筐鸡蛋。 虽然表面上不待见这个儿媳妇,但打心眼里却不是个恶婆婆。 来到医院后的石头被女大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,认为孩子即将出生,现在流产的话,产妇会有生命危险。 二人商量后,决定把孩子生下来,等满月后,再找个好人家抚养。 于是一对心爱的人怀着对生命和爱的美好追求,挑战着父辈的玄威和百年来的世俗观念。 瘸阳官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,不仅摔了饭碗,还要和女儿断绝关系。 而左腹也觉得脸面扫地,一气之下,住进了医院。 石头去探望父亲被拒之门外,他冲进病房向父亲解释了一番, 即使背上不孝的罪名,也要去耳朵为妻。 最终,狠心的左腹将石头的婚房收走,不顾老伴的劝阻将儿子赶去远离村子的旧屋生活。 旧屋常年无人打理,早已破败不堪,还好二人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, 他们互相鼓励,用双手重建自己的爱潮。 心软的婆婆还悄悄地送上一打钱,便匆匆离去。 黄道吉日鞭炮乍响,天作梅,地作正。 一对苦命人,没有亲朋好友的祝福,苦中作乐,举行了属于他们的独特婚礼。 洞房花祝宴,小两口对酒当歌,喜气而泣。 他们相互依偎,畅想着以后美好的生活。 婚后没多久,发誓不认闺女的绝阳官竟拎着一个瓦罐来到酒屋。 说是,她打的山鸡炖了汤,让耳朵步步身子。 父亲的态度让耳朵心气若狂,当天晚上什么都没吃,只顾着喝鸡汤。 半夜,耳朵突然肚子疼得不行,还翻有呕吐。 石头慌忙地抱起耳朵赶往医院,幸亏抢救及时,保住了母子俩的性命。 医生怀疑耳朵吃了不干净的东西,才差点丧命。 石头思前想后,除了鸡汤,也没吃其他东西,便找老丈人问名原有。 全阳官不紧不慢地承认自己在汤里下了打胎药, 愤怒地石头举着土枪对着老丈人, 最后撂下一句,等着抱外孙吧,便躲门而出。 十月怀胎,耳朵终于熬到了分娩这一天, 一个小生命就此降临,而且是个男孩。 婆婆突然送来红鸡蛋给耳朵补绳子,耳朵心里难受, 亲爹不择手段地害自己,婆婆公公也打心底瞧不起他。 一旁的石头看出端倪连忙安慰耳朵, 三言两语便逗笑了原本愁眉苦脸的耳朵。 初为人母的耳朵渐地恢复到从前开朗的样子, 脸上时刻挂着暖暖的笑容。 转眼,孩子满月了,石头便盘算着把孩子送走, 可此时的耳朵却不忍心抛弃亲生骨肉, 毕竟孩子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。 耳朵心中虽有万分的不舍,却没有食言。 她托卫生院的医生给孩子找了个好人家, 临走那天,耳朵趴在床前哽咽, 心如刀脚般地目送孩子离去。 从那以后,开朗的耳朵再次变得郁郁寡欢, 她每天拼命地干活,想用汗水来麻醉自己。 曾经恩爱的小两口,也渐渐地心生芥蒂。 这天,她跑到山崖上, 痴痴地望向孩子离去的方向。 耳朵的痛苦,同样撕咬着石头的心。 善良的石头为了爱人,决定要回孩子。 耳朵被石头的话感动到声泪俱下, 她决定以后要给石头生个自己的孩子。 爱人的理解和宽容让耳朵重新找回了自我。 他们登门拜访了妹妹的男友尹老板, 他们希望人脉广泛的尹老板帮忙把孩子赎回来。 小两口买了玩具,做好摇床, 还给孩子取了男男的名字。 随后的几天,便静静地等候孩子再次回家。 不久后,尹老板真的陪人把男男送回来了。 耳朵抱着自己日思夜想的孩子,喜极而泣。 夜里没等两人亲热,孩子便哭了起来。 如此下去,石头的儿子何时才能出现呢? 心烦意乱的他,跑到镇上喝起了闷酒。 喝高了的石头,硬拉着别人家的小孩叫他爸爸。 如此口出狂言,免不了一顿皮肉之苦。 石头回到家后,虽然醉得不省人事, 但还是吐露出对男男的介怀。 耳朵听后心中五味杂陈, 为了治好石头的心病, 耳朵催他去找村长,申请准生证。 他准备尽快给石头生个孩子。 一天夜里,鼻子和尹老板来到家中, 将几个大纸箱暂存在石头的旧屋。 尽管石头不太情愿,但耳朵出于感激, 他们帮自己要回了男男,便满口答应了。 用了孩子的耳朵,家庭负担重了许多。 平时耳朵操持家务时, 石头便抱起男男在院子里嬉笑逗乐。 久而久之,石头心中的疙瘩也逐渐解开。 这天,石头和耳朵抱着男男去打疫苗。 当护士问起孩子的全名时,耳朵竟一时语色, 不知如何回答是好。 一旁的石头急忙告诉护士叫左楠呢。 大厅广众之下,石头亲口承认了孩子的姓氏, 这让耳朵既感到意外,又感到一股热浪,涌上心头。 夫妻俩带着孩子出了医院,静止来到了照相馆, 和和美美地找了一张全家福。 然后又兴致勃勃地来到公园,享受着阳光的沐浴。 其乐融融的一家人,感受着生活的美好。 回去的路上,听到大喇叭在叫石头的名字。 石头以为是准生证下来了,喜滋滋地去了村长办公室。 不曾想,迎接他的却是一群警察。 原来尹老板藏在石头家的是古董文物,一无所知的石头被无辜地拉下水。 警察将它带回局里,协助调查。 毁步当初的耳朵认为是自己害得丈夫锒铛如玉, 便急匆匆地赶往警察局说明原位。 不料天见横祸,途中耳朵被撞,至今昏迷不醒。 警察安排石头去探望耳朵,石头父母也带着楠楠来到医院。 爱的力量无限大,最终唤醒了沉睡中的耳朵。 即便如此,耳朵却落下了半身不随的冰根。 无奈之下,石头父母肩负起了照顾楠楠的重担。 起初的左夫看见楠楠还满脸的嫌弃,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,天真无邪的孩子竟给老两口带来了久违的欢乐。 不久后,看守所的民警提审石头, 拿出几张嫌疑人的照片让他辨人。 石头一眼便认出了陷害他的尹老板。 两个月后,文物走私放尹老板被抓捕归岸。 石头洗白冤情,匆匆赶回家中。 在高高的山岗上望着熟悉的旧屋, 耳边竟回荡起清脆的歌声。 院子里耳朵和楠楠都在奋力地学习走路。 他冲了过去,紧紧地拥抱着妻子。 此刻的石头感受到了久违的爱意, 而迎接他们的将是美好而幸福的明天。 在封建思想的统治下, 女人的真结尤为重要。 如果一个女人婚前失去真操, 她会被众人唾弃。 然而片中的女主耳朵既是可怜的, 又是幸运的。 虽然被拐,失去真结, 被众叛亲离, 但她遇到了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主石头。 石头对她的爱超越了世俗观念, 她不顾流言蜚语, 拼尽全力地爱着耳朵。 这或许就是人人羡慕的爱情吧。 话说, 爱不是一朝一夕, 情更不是一时半刻。 爱不是靠一个人的努力倾其所有, 而是两个人相互地珍惜, 相濡以沫。 最美的爱情或许就是我懂你的不义, 你懂我的心酸, 在互相迁就中, 携手白头。 好了, 我是莉姐, 我们下期再见。